亲兄妹怎么能相爱,哥哥去相亲,妹妹会做什么傻事,在回家的用户中,文燕和珊珊这对兄妹,一直给人感觉怪怪的,但她说不出来哪里不对劲,这听高姆将文燕叫到公司,恰巧妹妹珊珊也在,原来今天高姆喊文燕获来,是准备给她安排个相亲,毕竟她也到了时会, 年龄了,文燕对此也是认可,本以为正事情就这样说好了,可一边的扇杀却跳了起来,对着高姆就是一段大吼大叫,说她不应该干涉文燕的人生,特别是婚姻,应该让她自己选择,更是说出与其领养一个听话的人,还不如当年龄一只狗,更听话,说完就摔门而出,留下的两人对于她这个举动很不理解, 其实明眼人都能看出来,珊珊是爱上文燕,不仅是简简单单的兄妹关系,她也不希望任何人把她夺走,估计到现在也只有高姆和文燕看不出来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